宁静的京城突发剧烈震动 两分钟后整个村庄伤痕累累 看似简单的地震背后却有另一番惊心动魄 是天灾还是人祸 平安365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李大姐是山东省林仪市平易县万庄村的村民 2015年12月25日 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床开始干活 就在李大姐忙碌着的时候 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晃动 房屋的地面与墙体瞬间裂开了一道缝隙 这一阵摇晃持续了近两分钟的时间 短暂的两分钟过后 村子里面到处伤痕累累 村民家中的地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墙柱也发生了倒塌 外墙上近五厘米的缝隙清晰可见 村路上堆满了石头 稻田里万米高的断层触目惊心 这种种的像是山下的 山下的直接了以后 我没穿过我就跑出来了 八十十二分 中国地震台网发布消息称 山东省林义市平义县发生四点零级地震 这次地震使得万庄村 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村民 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感 然而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看似普通的一起地震灾害 绝非如此简单 更加惊心动魄的消息接踵而来 十一时四十四分 国家地震台网更正消息称 经过认真分析 本次地震非天然地震 而是由他县所引起的震动 相当于四点零级地震 一般人我心里是地震 它懂懂得行 我出来的时候 我看经历都没有眼 看这个酒间 看完全这 那就是这都是他方的 村民所指的 正是位于平义县宝泰镇 万庄村东北方向的万庄工业区 而发生擦建的是园区内一个名叫 玉容商贸有间公司的石膏矿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 经营范围包括石膏开采 而开采出的石膏多用于医疗方面 一时间山东省平义县石膏矿坍塌的消息 揪紧了全国人民的心 今天早上的7点56分 山东省平义县 一个石膏矿发生了坍塌 因为在地面上无法观察到地下情况 所以坍塌的面积有多大 程度有多深 坍塌是否会再次发生 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而最让人担忧的是 坍塌发生时 正在矿检下作业的工人们 此时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张大爷也曾在事发的矿上工作过 他说 井下有五个人他都认识 这里的矿工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本镇上的村民 农贤的时候 为了贴补家用 就来矿上打工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 在这里工作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每天早上六点 工人们开始下井 直到晚上十点才收工 此次踏坊正发生在工人们作业的时间 事故发生后 平易县消防大队作为第一支救援队伍 立即到达了现场 事故现场的严重处逐渐 事故现场的严重处 作业的矿工 事发当天 除了一名因为家中有事请假的工人外 其余的二十九名工人均在矿下作业 与石高矿同时坍塌的 还有这二十九个原本完整的家庭 这些矿工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 矿井他方的消息 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二十九个家庭 为了尽快救出被困的工人们 救援人员立即着手制定救援计划 当时矿上提供了一个矿下 碰不到的一个封铺铺 这样我们当时在图纸上 询问得知一共是三个工作面 矿工被困难的位置 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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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道也弄多 弹下去了 弹下去了 把所有的出口都出不来了 要出来上到出来了 他们也得很记得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六号矿井传来消息 说是有被困框工 已经顺利逃生 并安全到达地面 他们已经打起知道 另外有六个斤里黄伟的那个位置 我的下不错的 现在这三个人都受伤了 三个人是男后的 七个人哪下都 看不到 他单见男 因为六号矿井的井口 没有被完全堵死 所以由四名工人 乘坐灌龙车逃了出来 并且带回了井下 另外六名工人的消息 而要想尽快救出六名矿工 必须进一步了解 地下石膏矿坍塌的程度 唯一的途径 就是深入地下进行侦查 然而石膏矿 与煤矿给光不同 石膏的坚硬程度较低 遇水极易发生形变 此时发生坍塌的石膏矿 已经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再加上本身质地并不坚硬 所以在侦查过程中 随时都有再次发生坍塌的可能 地下的一切都是未知 由谁来组成这支逆行的队伍呢 我们也不愿意有八个 带着八个蛋器 一会凌争两名 跨三就会凌争四名 刀枪一名 然后还有一个跨三的四半个一名 这里多少米了 我还问了这个 金虾本多少米 他说是299米 近三百米的距离 已经远远超过了对降机的可用范围 加上救援人员还要不断伸住 所以下井对他们来说 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 过完这五分一路程以后 然后那个 因为这个坍塌的原因 导致电梯陷入了一些损坏 那会儿就是咱们携带的相关手机 用这个来动 刚下去的时候 空间还是小女人来说比较快 随着往上楼 然后呈现很多复杂的现象 有下井 有这个很小的洞口 在下井约三十分钟后 侦查小组走到六名工人原本应当所在的位置 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工人 紧张的气氛充滞在整个井道内 所有人都在担心 井下塌陷得如此严重 恐怕工人们此时也是凶多吉少 当我扶了一个石头的话 然后我听见这个石头里边发生的那种吱吱的响声 然后我就可能甘愿这个石头快要踏了 然后我前面一个水瓦 我跳远前面的水瓦起 回头再也看 那石头旷的一声就踏了 当时我们推紧大约在一公米左右的时候 然后经过一个比较小的很小的一个洞口的时候 然后我们筑简一个个的往线推紧 推紧大约往线推紧在一个五百米左右的时候 它已经重复了深复 由于坍塌引发的地表分裂 一部分地下水顺着缝隙涌了上来 并不断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一旦地下水冲破某一入口 一涌而出 将会瞬间淹没整个矿井 涌上来以后 全新覆没 不断上涨的地下水 不断掉落的石块都在预示着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处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侦察小组只能被迫放弃继续前行 回到地面后 救援小组根据地下矿区图纸 继续商议救援方案 同时对六号矿井进行了加固 防止坍塌的再次发生 坍塌持续发生 井边突现15米的深坑 被困矿工在地下生死不明 事故究竟因何而起 记者带您走进塌方现场追寻真相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根据此前下井所了解的情况 救援人员调整了方案 第二次下井 这一次意外的好消息传来 原来救灾救援人员刚下井不久 就遇到了正在向外寻找出口 试图自救的六名工人 工人们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但是求生的欲望和彼此的辅助 让他们等到了最后的营救 12月25日的晚上 记者在平易县人民医院 见到了正在这里接受治疗的 另一名矿工 45岁的赵志印说 事发时 他的头部被掉落的石块砸中 据了解 另外一名矿工 42岁的赵志安 也在井下作业 伤势较重 两条腿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折 他说由于此次事故发生的太过突然 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事发时的情况了 据医院方面的介绍 目前几名工人都只是皮外伤或骨折 生命体征稳定 在他方发生后的第五天 井下仍有工人下落不明 而此时 已经有五支矿山救援队伍和七家施工队伍陆去抵达事故现场 各种装备设施也都展开了作业 据救援人员介绍 矿上原本三个入口 有两个已经被完全堵死 之前救出几名矿工的六号井是唯一通道 但目前也已经被渗透出的地下水淹没 无法再进入 救援队伍只能调通大型抽水机 不断地将六号矿井内的地下水抽出 并在地面打通救生孔 12月30日 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救援队伍已经将二号救生状孔打通 并与井下四名工人取得了联系 井打通以后 首先和这个被困人员取得一个联系 联系 然后看他们的身体 生理的一个状态 出送一些补给 具备条件的话 实施景象的一个营救 让人庆幸的是 这四名工人的身体状况良好 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 地上人员不断地将食物送达给工人 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 现在最高效的救援方式 就是将大直径救生通道打入 将救生舱送到井底 虽然救生孔是最直接的救援途径 但是大直径的救生孔打通的过程十分艰难 因为大机械的运作 使得矿井下不断有坍塌再次发生 2016年1月4日 事发后的第11天 一个直径约15米 深约10米的大坑 出现在了开展救援位置外的300米处 这也就意味着该石膏矿已经非常脆弱 坍塌还在继续发生 工人们随时都有再次被掩埋的可能 为了不造成二次伤害 救援队伍更加小心继续展开施工 在积极救援的同时 我们也不禁在想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起坍塌事故的发生 事发后 当地公安机关已对该矿法人代表 分管安全的副经理和矿长等人 采取了强制措施 而此时的豫荣商贸有限公司 已经空无一人 平易县政府官网公开资料中显示 平易县是矿产资源大县 而石膏矿属于优势资源 储量在山东省排名第二 2007年平易县曾做过一次统计 当时京夏开采的矿山有18家 其中16家都是石膏矿企业 截至2007年 已经有十多家矿山发生了地面塌陷 以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为什么这些矿山会如此频繁的发生事故呢 这一家是采的 画面中的工人是参加此次救援行动的中美大地勘探救援队的作业人员 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 据他说 事发的矿井因为过度开采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支撑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该矿井会如此脆弱的原因 如今矿山救援队的各个队伍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团队都在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打通救生通道 全力营救取得联系的四名工人 而其他几个救生孔也在陆续打通中 争取早日联系上其他13名失联的工人 消防 武警 公安力量 120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已24小时守护在现场 我们期待着生命能够创造奇迹 2016年1月7日 在山东省藻庄市 以居民区售楼处 一名四岁的小女孩在玩秋千时 就被秋千卡住 疼痛不止 藻庄市藤州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迅速到场 救援队员使用钢筋速断器 和绝缘剪对秋千进行破拆 二十分钟后 孩子的脚被成功取出 在此 平安365提醒各位家长 年幼的孩子四肢纤细 很容易被狭小的缝隙卡到 所以孩子在玩耍时 必须有家人在一旁看护 以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我脑子就把这种项内议似的事故再次到了 我脑子就要成功好 在学校 学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